缝纫机 缝纫机一般分家用和工业用两种 今天就介绍这种家用电子缝纫机 家用电子缝纫机需要插电才能工作 放下压脚压紧布料,脚踩踏板,缝纫机就会启动 你就可以把布料缝在一起 和我们手缝只用一根线不一样 缝纫机有两根线,面线和底线 为了看得更清楚,这里用不同的颜色来演示 面线在布面上随着机帧插入,会被激缩带动 和缩心的底线交织在一起,两块布就会被缝合 所以准备工作中,我们要穿好面线和底线两根线 缝合之前需要有几步准备工作 绕底线需要用到缩心 每台缝纫机的操作都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一般都是用踏板控制缩心转动,把线绕上 绕出需要的限量后,你就可以停下踏板 打开盖子后,你可以看到缝纫机的积缩 把小扣掰开,拿出缩壳 缩壳上有这样的结构,缩心按照这个方向装入,线卡进这个小牙齿 装好的线,要既可以吊起整个缩壳 又能够顺利拉出 把缩壳对好这里的位置,按进去 你会听到哒的一声 底线就装好了 面线不需要绕线,把它插在线筒轴上 然后让线依次绕过导线槽,面线张力控制盘,挑线杆 最后穿过针孔 如果线穿的不对,就很容易断线,跳针或者布面起皱 接下来要把底线带上来 转动平衡轮,机针就会带着面线下去 可以看到,面线在下面绕了一圈,把底线带了上来 轻轻拉面线,然后用镊子或者纱简把底线挑出来 最后把面线和底线放到后面 面线的松紧度会影响缝出来的效果 面线太紧,会让布料起皱 不过有时候,我们也会利用它做出抽折的效果 而面线太松,底线会把面线带下去 缝起来线不平整 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最终的缝合强度 面线张力控制盘就是用来调整面线张力的 竖直越大,面线越紧 所以我们在缝合之前,都要预先用相同的布料测试出合适的松紧 把需要缝的两块布料对齐,放到机针下面,放下压角,夹稳布料 对于新手,可以转动转轮,确保下针的位置准确 缝合时,先转动转轮,缝一到两针 然后持续踩下踏板 如果脚松开踏板,缝纫机也会停下来 踏板和汽车的油门很像 踩的深浅会影响缝合的速度 但很好,脚就要控制力度,让针打得均匀而缓慢 手放在布料上,可以稳定送布,或者改变送布的方向 当你的手只是稳定布料,缝纫机就会缝出直线 当你双手在稳定布料的同时,给布料施加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力 就可以缝出弧线 缝弧线还需要注意一点 比如我们要缝这样一条弧线 那么当你把布料放在压角下 布料缝线的方向就要是送布前进的方向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弧度 但如果无视弧度的方向,一下针就会发现错了 线缝好后就可以把压角提起 这个时候要确保针在最高位 不然线在基梭里卡着,布料也拿不出来 调整转轮,可以把针提高 然后把布从左侧拉出来 剪断面线和底线,保留10厘米的长度 太短的线,下次启动的时候就会被拉走 缝纫机缝出来的线没有打结 所以当你用力拉缝线起始或结束的位置 线就很容易松开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需要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反复缝三到四针把线压紧 当缝纫机启动时 按下倒缝键,送布牙运动的方向就会相反 布料就会往相反方向送 这就是倒针或者叫回针 这样缝出来的线会很结实,不容易松开 现在的家用缝纫机都有好几种针剂可以选择 像这台缝纫机就有不同距离的直线针剂 曲线针剂 按缝针剂 还可以锁扭扣孔 你可以根据需要使用 布铜厚薄的布料要用的机针也不一样 一般是9到21号 布料越厚,用的针号数越大 所以要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针 不过一般来说 9、11、14号针可以满足大部分需要 有时候,要缝更多复杂的样式 你还需要更换压角 来试试用缝纫机做个玩具吧 我可以继续做个玩具 我可以继续做个玩具 好了 earthquak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和创作 如果你想亲身体验这些工具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工具工作坊 感谢观看